来看到台中市西南屯大雅还有乌日等四个行政区的民众要注意咯 自来水公司呢为了配合市府道路拓宽还有管线迁移的工程 将会从4月14的上午10点到4月15的晚上10点 一共要停水36个小时 将会影响到29个区里3个工业园区超过有6万户受到影响 本次停留区域就在高速公路以西 西屯南屯乌日大雅区的民众要注意 自来水公司宣布配合市政府道路拓宽管线迁移工程停水36小时 有一些长辈他们没有赖的群组或者是FB的脸书 所以要告知他们很麻烦 一一的跟长辈说假如这两天停水的时间 那要赶快蓄水 没水以后我们那个洗澡很不方便 大家回来通通要洗澡 洗东西不方便啊 一定要蓄水啊 最近有食安问题那么大啊 你可以洗不干净吗 应对措施就是做一天隔天就休息啊 不然怎么办 这个我们都留得干净的啊 店家早早备妥蓄水桶要来应应这次4月14号上午10点到4月15号下午10点的停水措施 这次将影响西屯区15个里南屯区8个里乌日区大雅区各3个里共29个区里其中包含了3个工业园区总计影响超过6万2000多户居民而这次也临时在各区增设供水站共32处以便民众取水 自然水公司也提醒前一天晚上蓄水9号外也要注意停水前后马达开关等问题 这些停水是在4月14号就礼拜天的上午10点建议民众可以在4月13号晚上以后就当家中一些出水设备就是来进水 避免都集中在4月14号的那个上午将造成大家用蓄水的不方便 开始停水的时候记得要把家中的那个马达把它关闭 然后呼吸的时候有一个排气法 这个马达排气法把它打开 这样避免说没办法进水 4月14号到15号将停水36小时造成部分营业店家的不便 他们希望市府未来可以采分流方式供水减少民众的困扰